今年适逢新北京万金石马拉松迈入第20周年 市长侯友宜在参加一场周年特展时表示 今年号召百家企业一同加入 以带动运动经济产业为目标 希望创造白亿产值以外 更要让这场运动赛事迈向白金标章做准备 同时也欢迎西安运动的跑者踊跃参加 2022年新北市万金石马拉松将在3月20号开跑 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 今年正好届满20周年市府透过周年特展的活动 不仅号召百家企业伙伴一同加入 以带动运动经济产业目标 希望创造白亿的产值以外 更要让这场运动赛事迈向白金标章 为下一个里程碑做准备 今年20年 20年我们要创造百亿产值 百家企业迈向白金标章 新北智利打造运动经济品牌 尤其万金石马拉松赛事 更是以小型的形态逐渐闯入到全世界 因此这场国际赛事更要同步以金标规格办理 侯市长强调这份企图心能否达成 则有赖更多企业伙伴的力量届时共襄盛举 让这个企图心展现新北市 不但让经济以运动为发展的产业 蓬勃往前走 更要让我们新北市的万金石 成为我们国际最高等级 在台湾大家最喜欢跑的马拉松 所以这是我们的企图心 那这些企图心都有赖 我们大家共商胜去 现场展区还模拟万金石比赛的跑道 侯友宜还亲自示范在立体跑道上 如何调整呼吸维持体力 市长更指出这个跑道展现出 万里金山等知名风景地点 还能直接感受到最美的沿海线就在新北 欢迎喜爱运动的跑者踊跃参加 记者黄又贤新北市报道